視察高雄鳳山體育館AZ疫苗施打場地 高雄市副市長使則連統醫護同仁 進行明天疫苗施種的演練 參考日本的漁美挺勢打法 及醫護同仁習慣的施打方式 規劃高雄市的打狗快打疫苗接種方式 高雄市長陳其邁說 施打原則是求好不求快 那希望說我們的高零長輩 能夠注意要帶身份證通知書 還有健保卡 那保持社交距離 高雄市長陳其邁表示 高雄共設置一百二十六 疫苗接種站分為三天施打 並開放路邊免費停車 請長輩依表定時間 前往接種站施打疫苗 屏東線長潘孟恩也錄製宣傳影片 呼籲民眾不要急 長輩都打得到 屏東長輩打疫苗 人人打得到 千萬不要急 請依照通知的時間前往施打 家人可以的話 盡量回頭 疫苗接種站 六月十五到十七 路邊 紅色紅色 台風停車 高屏縣市針對獨居長輩身形障礙重大傷病的長者 可跟縣市鄉鎮公所或區公所預約 會有免費計程車前往免費載送接種疫苗 讓民眾安心 新唐人演的電視李娟榮 台灣高雄屏東 裁粉不得